王后卫刚刚已经去登记参选了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罪行状况 一直对我劝说 那么我也非常理解 在这次的补选里面 我们有不能输的压力 所以我知道我的责任没有办法回避 我的承担也必须要担负 那么所以我想今天我的登记 以及我接受征召 实在是我必须要不计个人的毁誉 为大局而战 那么其中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大家看到在这次 我们县市长选举之后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执政党 还有蔡英文政府 现在的执政党 有因为这次选举而改革反省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 只是说高层还在争权夺利 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现在的蔡政府里面 很多还是在分官分赃 而且态度极为傲慢和嚣张 所以我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确实非常的煎熬 但是我知道在这次选举 尤其我之前的不参选声明之后 我接受征召 我知道前面是枪林弹雨 我也知道我会遭到民进党全党打一人 可是我也有信心 今天感谢朱主席 还有蒋万 我一直想改口叫蒋万市长 以及包含我们的黄旅主委 那特别是可以看到 我们这么多的选区议员 一起来陪我一起登记 所以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我非常抱歉的是 我没有实现我原来的承诺 但是我绝对会维系我的服务 而且我会扩大服务 特别是今天有这么多位我的同志 我选区的议员陪同我 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然后我也要让大家看到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昨天 在讯息传出来之后 虽然我没有正面去回忆这个消息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本党同志 大家几乎都一致的在支持 那么包含朱主席 还有我们的市长 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同志 所以我也相信 我们会看到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我也要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报告 我也要跟民进党喊话 王洪威不是林志坚 国民党不是民进党 我们是开大门走大路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所以我还是要向我的选民们来道歉 真的非常的对不起 但是我也要拜托大家 因为王洪威不能回避我的承担 所以拜托大家原谅王洪威 支持王洪威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次补选里面 能够得到胜利 真的谢谢大家 主席您这次 同一节会不会觉得前面话讲太满 现在才会被民进党直接攻击 说是落跑议员 那王世坚还说你是被党架着出来选 我必须讲就是 当我在不参选声明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也跟媒体朋友报告 我早就预料到 如果我出来参选 这样的责难 什么落跑 一定会放到我的身上 我也知道 民进党还有一些侧翼网军1450 绝对不会放过我 那么但是我现在决定承担 所以我会非常的勇敢 相信我 我会非常的勇敢 尤其今天 大家也看到 这是国民党的会团结起来 一起来支持我 所以放心 我会勇敢的面对枪林弹雨 万箭穿心 我都在所不辞 吴英雄说他并没有那么可怕 你怎么评价你的对手 我本来他本来就不可怕 对不对 我已经讲过了 因为在未来从现在开始 那么我会让选区的民众跟选民 让他们看到王宏威的努力 我也会努力的让我们的选民 看到吴英农先生的参选 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他代表的是民进党的傲慢 代表的是民进党仍然在争权夺利下 他的推出的人选 甚至民进党的黑道治党 黑道治国 是不是在吴英农先生身上会得到体现 我们都会一一的证明给大家看 那胡威姐12月25号还会去宣誓就职呢 我会 目前我会 对 我之前 我之前就已经跟大家报告过 我说过 我是开大门走大路的 我不用欺骗大家 那么这也是在之前 我的不参选声明里面 告诉大家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会努力的 让大家来支持我 那么另外 这个可以 大家再可以去确定 因为我所了解的 即便是我不去宣誓就职 那么也没有办法完成地补 所以我还是会去宣誓就职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那就是外界有认为 您在中山区可能比较弱 我未来要怎么评 这个我要靠讲万安市长 对对对 因为万安市长 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选区 那么 我会要拜托我们万安市长的团队 但是我想 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万安市长他牵头万绪 那么整个的市政的总理 还有他的小内阁会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那么万安的团队会全力的支持我 果然王洪威议员是您唯一举名交报吗 这是一场团结之战 也是一场善良对抗邪恶 光明对抗黑暗的延长赛 所以我也要呼吁民进党 不要再用恶职的选举手段 来继续伤害这一次的补选 也希望所有的选民积极投票 表达对于善良力量的支持 洪威绝对是我心中最适合接替我进入立法院服务的人选 他不但是我超强的战友 更是捍卫民主的战将 他在担任议员期间 不只是地方服务勤快 更是一人占全党 屡屡揭发民进党的弊端 充分展现了民意代表 揭蔽监督的天职 所以今天洪威愿意不计毁遇 为民承担 我也一定全力支持 也呼吁所有好朋友 跟我一起将王洪威送入立法院 继续的为中山北松山区的民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委员会是辅选吗 那因为先前大家觉得说 吴盈隆跟你的差距不是那么大 有没有信心帮王洪威把这差距再拉大 绝对有信心 上个星期我才经历了一场 选丰非常遏制的选举 也可以预见民进党为了胜选 同样的选举部署还是会再发生 但是我要呼吁民进党 不要再用抹黑抹黄这些选举的手段 要开大门走大路 然后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发挥团体战的精神 我也会陪着洪威 在有限的时间积极的向选民肯托 然后跟大家一起 将最优秀的王洪威送入立法院 我想王洪威今天愿意承担 他愿意不计毁育 我想我们就是全力的支持 所以虽然说中选会 他从今天截止登记 到1月8号投票 非常短的时间 但是我们非常有信心 今天王洪威他就是我心中 最适合的人选 也是大家心目中最强的战将 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 顺利的进入立法院 文威姐刚才有提到说 你小内阁很忙 那有没有新进入了 对于小内阁人士的安排 昨天我就有说 我用人的标准就是三个 专业 品格 用人为财 所以人事的部分 我都在积极的规划当中 也在持续的征询 我是不是也可以请朱主席 那么来帮我说明一下 就是我想这次先回百转 因为我非常谢谢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非常谢谢朱主席 他对我的一个期待这样子 你们需要知道吗 松口气毛 会不会这一次有输不得的压力 因为这一次您好像是三顾茅庐 才劝敬宏威姐 王宏威是我们心目中民主的战士 他是最勇敢的战将 他在过去16年台北市议会的表现 受到大家的肯定 我相信台北市民早就认为 他早就应该是最适合的立法委员 他到立法院去之后 可以发挥民主的力量 更能够揭闭 能够对抗民进党 所以大家对他是充满了期待 他是一个最适合当国会议员的 第二即便是在他的选区 包括松信区 包含这一次的中山 北松山甚至全台北市民都认定 王宏威是国民党最强的战将 战将是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力 更没有选择战场的时机 今天时机不管如何 不管战场有多辛苦 我相信宏威作为一位最强的战将 他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逃避 然后宏威的确脸皮比较薄 但是我也跟宏威讲 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补选 几乎全台湾从北到南 从南到北多少补选 是现任的议员来参选 民进党比比皆是 同样的刚选完议员 立刻被征召参选的 台中市黄国书立法委员 在八年前 当林佳龙选前辞掉 选后他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宏威自己讲了一句话说 他会被民进党说 史上最快落跑 放心 黄国书早在你之前 还有很多民进党的人都在你之前 那更何况宏威就在这个地方 持续的来服务我们的选民 他持续的跟所有的松信选民 继续的服务 也会跟中山 北松山 同样的有overlap 有重复的这些选民 他也要服务 我还要求宏威 他当选之后 他要针对全台北市 甚至全台湾 我们这些选民来服务 尤其是他要配合蒋万安市长 针对所有的市民 来做最好的服务 然后他会在立法院扮演 最强的监督的角色 所以这些种种的原因 我跟洪威说不需要纠结 如果说要道歉 是党来道歉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因为今天我们需要洪威 不只国民党需要洪威 我相信蒋万安市长也需要洪威 台北市需要这么好的一位立法委员 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也需要这么好的 国会议员 所以基于这个角度 我们当然要洪威 一定要出战 那民进党会全党打一人 这完全不意外 民进党这个各种抹黑抹黄抹红的奥波 我都认为他不会因为 十一月二十六号的挫折而所改变 但是我还是呼吁一件事情 台北市民都在看 希望民进党能够经过这一战 能够反省 能够好好的来面对 然后我相信中山跟北松山的所有的市民 一定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一定会全力的支持王洪威 主席南投的人选 会不会现在赶快开始来征选 因为毕竟这一次台北市的提名 算是拖到最后一刻 情况不一样 南投的情况是 目前许淑华委员 还没有就任 那我还要尊重一下 我们新任的许淑华县长 这个我们基本的一个态度 那就像万安 我们在决定提名之前 我们一定是尊重蒋华安市长 因为每一位立法委员 将来跟市政府 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合作的角色 不过这一次吴怡龙的蹲点 算是很久 党这边要怎么来帮王洪威 来打赢这场选战 王洪威已经在台北市蹲点16年了 那他这个蹲点是 实实在在扎根式的蹲点 洪威的服务他是客气啦 他是讲他松信区 我想问一问比喻府在这边 问一问这个我们叶副议长在这边 问一问所有台北市议员 洪威的服务范围 早就跨越了所有的台北市的各个区